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要来教大家怎么做普渡用的莲花 那现在先为各位介绍一下莲花纸 右手边这一个它就是普渡专用的莲花 那它也是一般市面上说的往生莲花 那普渡就是用这种莲花 那这边要区分的就是左手边中间这一本 它就是神明用的 所以不要买错了 那怎么分辨呢 神明用的它就会有福禄寿炎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是神明专用的莲花 那这么有拔一切业障根本跟得生净土 陀罗尼 那这个就是往生还有普渡专用的莲花 好 那左手边这个就是元宝 那你看它写的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也是普渡专用的莲花 往生专用的莲花 那神明的元宝它一样 神明的元宝纸它一样会写福禄寿炎 这个地方大家要千万要记得不要买错了 那莲花纸跟元宝纸怎么区分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只要是折莲花的纸它是单面的 它就是只有单面 那么元宝的纸不管是神明专用的还是普渡专用的 你看它都是双面 这个是元宝纸 所以大家也要记得不要买错了 那再来元宝纸它比较像正方形 莲花纸都会偏长一点点 这是要注意的部分 那接下来就要教大家如何开始做莲花 首先各位你们如果有办法的话 可以去准备这个辅助工具 我们都称它叫做刮板 那它的长度跟宽度 你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手势方便来去使用 等一下就会让大家知道 我们是如何使用这个辅助工具在做莲花 那这边要注意一下的就是说 你看一下这个字 字的位置要正确 我们是这样子对折 不是这样子对折 不是这样 这样是错的 一定要这样子 这样子的方向才是对的 各位要注意一下 好首先呢 我们就会开始用这个辅助工具了 把它对到旁边当一个基准 然后把它对折之后 用个刮板压好 我们的莲花的章数上座是26张 下座则是32张 那现在要教的是上座 然后一样把它整平 对折 再来这边要注意哦 跟这个已经有对折的折线了嘛 你可以把这个辅助工具对准这中间折线 然后一样把这边靠过来 靠到最里面 刮好 翻过来 这边呢一样把它尽量靠近 这个是第二个步骤了 刚刚这个是第一步骤 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把这个辅助工具用在这个对折线 然后呢我们把它对折过来 然后这一边 好那接下来要教第三个步骤了 我们再把它一张一张拆开 那这个步骤要特别注意 折过来折一个三角形 这个叫做折三角 那折三角呢 请注意这个一定要尖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一定要尖 因为你尖 等一下我们展出来的上座莲花才会漂亮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要尖哦 然后这边有没有发现 这边是平枕的状况 平枕 然后这边一定要尖 再来各位请注意看一下 接下来要把它这边折上去 再过来 这边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这边跟这里的缝隙不可以太大 但是也不要完全的紧密 你一定要有一个空隙 然后这不要这么大 这样就太大了 你要有一个小小的空隙就可以了 然后也不能完全紧密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这就是叶片 莲花上做的叶片 那你看 你一定要注意就是 这边左右两边的三角是 完全是很尖的状况 然后这个中间 缝隙千万不要太大 但是它又要有缝隙 好啦这就是一个叶片了 一个叶片 再折一次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上做的 叶片 那我们就要把它整理好 那这一点呢 这边要注意的就是说 我们的字 要注意像这个是一切业障 然后这边是净土这个部分 一定要一致喔 你在整理的时候 一切业障 就要跟一切业障的方向要一样 要把它整理好 要把它整理好 好都剪好了之后呢 也可以再把它压一下 因为它有点蓬蓬的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准备一条橡皮筋 把它绑好 因为你在家里做的时候 一定会做很多嘛 那你要把它整理好 最后再一起把它用成上做 那现在就要开始教大家 如何剪55655 也就是所谓的叶片 剪这个叶片 什么叫做55655呢 因为刚刚我们有说 我们的莲花上座是26片 下座是32片 那现在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剪上座 首先呢 55655就是五张五张六张五张五张 这个地方是朝正面 第一张是朝正面 再来就是这样放上去 3 4 5 对不对 然后把它整理好 这样子折 要注意方向哦 不要弄错了 然后这样就放在手上 再来正面 第一张都是正面 注意哦 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第五张 然后呢 一样把它整理好 把它这样折好 你至于你这个是 从哪一边折 不是从这边折 是从这边折 你要自己去记 自己去记 也是要把它弄好 整理好 才会漂亮哦 好 这是55 再来就是六了 剪六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那在剪的时候 要小心不要这样子 塞到里面了 因为你如果不小心塞到里面的时候 你等一下要展上做的那个花瓣 就会很麻烦 所以你要好好的把它仔细的剪好 那注意一下方向哦 好 确定好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整理好 然后呢 是往这样子的折哦 这样折 这是六哦 五 再来 五五六 再来就是再减五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一样把它弄好 弄平整 然后这样子 最后咯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记得这边都要弄平整 折好来 放好 一样 顺序不要错了 这边也要给它弄平整 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准备 红线 就要开始绑了 要把它绑起来 绑好之后 就会像这样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绑好的 那现在教各位怎么绑 每个人的习惯跟手势不一样 那只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它一定要紧 就是这个绑线 一定要紧 不能够让它松松的 你看它已经紧到 你几乎要用比较大的力气 才可以移动它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在斩的时候 那个花瓣才不会移位跑掉 这非常重要 所以一定要紧 这样 有的人会绕两圈 有的人会绕三圈 那不管你绕几圈 只要你的线是紧的就可以了 那如果让各位看清楚的话 我把线压在这 先这样 然后压线 你可以三圈喔 也可以两圈 好 一定要紧 到这边之后 往上拉一下 就是要为了 就是要让它紧 那因为你如果单纯是用手绑 绑久了你的手是会很痛的 所以你在家里 你可以准备那个小只的老虎钳 可以用辅助工具 那我现在是用手绑给各位看 就记得一定要紧 然后再打一个十节 可以拉一下 让它更紧 好这样就好啦 你看很紧喔 光是用手就可以绑得很紧 那再把它剪掉 剪掉之后呢 就会变得像现在这样 就是这个像这样子的一个 上座的完成品 它还是半完成品 因为我们还没有展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教大家 如何展上座 好 那通常啊 你在家里你绑的时候 一定会好几个绑好嘛 那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这两边 一定要整齐平整 这样展起来才会漂亮 那这个线呢 它是在中间的 那刚刚已经有讲了 一定要紧嘛 然后各位请看一下喔 我现在开始要交展上座 前面两个先用 稍微往内移 这边也是 你看啊它这边稍微有比较 比较突出来 所以我们就要稍微微调一下 好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手去微调一下 好OK了 差不多了 不要落差太大 那再换另外一边 稍微压一下 压一下 压一下 好我们都要压一下 好那各位注意喔 刚刚有说嘛 五五六五五 所以说中间这一个 中间这一个叶片 它就是六片 那其他的左右两侧都是五片 那这边呢 我是比较建议 你先以中间这一个 习惯以它为主軸 为什么呢 等一下就会告诉各位 你看喔 从这边开始 先弄一个叶片上来 这样 然后再隔一个 这个 这个不要 再隔一个 展上去 再来 再空一个 展上去 再来 再空一个 好 好 第一圈已经好了 好 这是第一圈的部分 那刚刚有说啊 我们要以中间线 为主 那怎么看呢 就看绑线 这一支很明显 就是中间 就是有六张的那一部分 那你看 我们刚刚是不是都空一个 才 空一个才 才展一个花瓣 那一样 以中间这个为主 这个花瓣没有展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中间就是有空 那么 请注意 这个地方要两片上去 不是一片哦 是两片 把两片花瓣弄上去 我先让各位看清楚一点 为什么 这边就是两片 有没有看到 两片 两片展上去 好 再来 一样是中间线为主 我们给它弄过来 可是呢 这边已经有花瓣了 那怎么办 它的左右啊 它左右有空洞 你看我们还没有展 好 这个时候 左右再各展一片上去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而且你要让它习惯 重点来咯 重点来了 它是不是两片之间中间又有一个空 空隙 那就是要两片上去 请注意这边就要两片的叶片展上去 这样 好 就是以中间线为主 你看哦 好 我们已经很放心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已经把中间主轴的叶片呢 已经有展了两片上去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心的一直在持续的去展 因为这两片的不能忘记 因为它是六张啊 左右都是各五张 所以我们才要 呃 展这两片上去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哦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很放心的 只要看到 中间有这样子的空洞 我们就可以开始一直展上去 那等到你熟练了之后 你就可以依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去展 只要你不要忘记那两片的叶片就可以了 好 你看你现在只要看到空洞 你这样这边有空洞 你就可以展上去了 因为每个人的手法不一样 过程就一直展 展到最后一层的时候就要停下来了 就不要再展上去了 因为我们要留最后一层 你看 你可以检查一下 我们只剩下最后一层 这个时候呢 最后一层你其实也有它的一个手势 那我的习惯是 呃 有这样的手势 有没有 往往左右扩一下 然后中间要压下去 像这样哦 这样 但是不要太大力 因为太大力很容易破掉 这样稍微压 有一个手势各位看一下 就是左右展然后往下压这样 它破掉怎么办呢 那其实破掉呢 也不要太担心 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那我们就要准备那个透明的胶带 透明的胶带 把破掉的部分把它黏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也不要太用力 有没有往下这样压好 左右这样展开往下压一下 里面靠近里面压一下 它才会比较固定 它就不会乱跳乱跑 那你如果觉得你展出来的花 你不是很满意的时候没有关系 我们就压在这个 用你的中指压住一下 稍微微调 那拉的时候 往上到后 往这样子 稍微微调 调到你稍微 你觉得你很满意啊 你就做得很开心 觉得这朵花很漂亮的时候 那在调整的时候也是要注意 小心不要扯过头 因为扯过头也是很容易破掉 好 这样就完成了 那这边要跟各位说的就是说 陶原龙德公所做的莲花 我们都是花包要开的 也就是说你展完上座之后 这个花整个是开得很好的那种状况 我们不是包起来 所以你要注意 所以你在展的时候 你这个叶片啊 你要稍微这样 稍微给它这样上 弯一下弯一下 不要整个推上去 推上去 它就会整个包起来 可是你稍微给它这样子 压一下这样 就会呈现像这样子 花开的样子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们分享 按赞 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